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党2012年重新上台以来的最低的支持度 也被视为是一个下台的前兆 现在连续5个月都低于30% 而且他们在内阁来说的话 一年百余次的高额宴请 所以大家开始就是给他取这样的绰号 就说这个社交媒体上免计增税眼镜男之后 现在又有新的绰号了 叫做怀石挥霍男 因为他们是高级国民 怎么能够理解老百姓的生活艰辛呢 日本的网友就这样子大酸岸田 他还讲说你开会 你商讨事情 不能在办公室吗 一定要去高档餐厅吗 再来日经的民调讲说 下一任的首相谁最适合当 岸田文雄排着排着 排到了第六名去了 感觉上面只有4%的人支持他当 还不如石破茂排在第一位 所以看起来他现在目前局势真的是不太妙 情势不妙 再来这个中缅现在目前的关系 这个我们看到 缅北的这个歌剧武装势力 近期也跟军政府交火 冲突会在边界也造成了缅甸的重要伙伴 就是中国大陆跟他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 那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有提开 公开讲说我们高度关注缅北的冲突势力 也敦促缅甸要用各种方法赶紧停火指战 那这个字就有学问了 敦促这两个字在中国大陆来说 外交语境当中 这个态度可是非常强烈的 一开始是呼吁 然后再来会变成要求 敦促的话可能这个级别上又更高了 那是不是也代表着 现在缅甸军政府陷入了生死关头 有专家就分析 他说现在可能接近 推翻军事统治的一个时刻 这是CNN他引专家的观点来指出 现在军政府正在失去战略边境的城市 重要的一些军事据点跟贸易的路线 这是数十年来蛮少见的状况 那这代表着什么呢 是大陆出手打炸恐怕只是一个前奏 因为缅甸的国感同盟军 将在中国大陆的支持之下 重整势力面对缅甸军政府 发出一些挑战 重新掌控缅北的地区 那西方的专家甚至推测 中国大陆的这个电信打炸 恐怕只是一个隐性 那真正的目标是要协助 亲中的这个国感同盟军 重掌缅北 那也是一个考量 就是未来如果掌控缅北的话 缅甸通往印度洋这个出口 这个作为麻六甲海峡遭到西方封锁之后的一个备用选项 因为中国大陆我们来看一下图 这个一带一路主要就是这个麻六甲的困境 如果一旦这边被西方给封锁的话 恐怕就没有办法过来 但是它如果有这个陆路 从这个缅甸这边 缅甸在这边 缅甸这边通过过来的话 它就可以突破这个麻六甲的困境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缅甸的位置格外的重要 那我们看看缅甸它其实是一带一路当中的一个火旗 更是牵动到中国大陆往这个印度洋这边 牵制印度的一大重点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有这个脚票港跟这个仰光 那中国大陆在这边 这里是这个油气管线通道的路线 然后这边是仰光 这个新仰光的特区 新仰光的计划 现在目前也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缅票港其实是使得中国在印度洋这边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出海口 有助于来遏制印度 也就是说美国他们提到的珍珠链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美国在讲说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珍珠链战略 就像我们这个脖子上面挂的珍珠一般 那其实不止如此 印度它还有一个大国梦 最近都看到 连印度推出了他们自己印度版的一带一路 它其实就是这个印度中东到欧洲这样的一条路线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以巴这边的战争 所以欧洲这边的部分可能是停摆的 但是印度还没有放弃它这个大国梦想 现在毛起来在做这个新航母 砸了1520亿 也说要来抗中 再来还要拼取代中国大陆 现在砸钱买飞机 狂盖机场 所以我们看看 澳洲的国防部的部长 他们也提到 现在对于澳洲跟印度来说 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也是最大的安全交流 所以是也反映出来 印度这么大动作 感觉上面也是在靠拢美国 然后顺便做大自己的大国梦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严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缅甸这个状况 大概如果我们知道 它这个族群之间的矛盾 是长期存在的 再加上我们看到 之前大家台湾比较熟悉的 罗兴亚人 那个是宗教 就是佛教徒面临到 穆斯林面临到佛教政府的一个压制 现在再看起来就是说 不仅是族群的冲突 不仅是语言的 不仅是他们宗教信仰的 缅甸现在又更出现了这种地域上面 更多的这些 我们讲的分歧 这个clivity 所以这些都是变成是一个 强化性的一种分歧 就是我本来已经跟你不是一个 同一个族群 语言也不一样了 就再加上区域的矛盾 然后最后我觉得 现在会造成等于是 我们好像看的是缅北在反政府 但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受到鼓舞 也都有开始有一些行动 那就表示说 大家对军政府这个无能治理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觉得说这个是一个 让人民没办法接受 还有一个就是贪腐 所以为什么CNN会觉得说 现在如果要垮台 现在就是一个差不多 是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是已经到了 整个反映出来 包括一些原来并不是属于 我们讲武装团体 也开始支持武装团体 希望能够推翻这样的一个 比较我们讲说 不合宪法的程序 取得政权的这种 透过军事政变上来的政府 所以我觉得缅甸政府确实是面临了很大挑战 但到底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强调都说我不干涉内政 所以他不会干涉 他现在只是还是在 官方的还是讲法还是呼吁和平 敦促这些东西 但是不会说真正去表态去支持 但是不是暗地里头等于在支持 我觉得当然会有 可能缅北的一些族群 跟他的关系是比较好一些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大陆当然除了我们制造缅甸 未来万一就是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之外 这是一条替代的一个选项 然后包括巴基斯坦也是 他觉得我的油一定要 从中东的油一定要有别的地方可以进来 我不会被封锁 所以这个是大陆的现代的状况 我觉得其他的国家 包括印度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美国在学大陆搞供应链的问题 那同样印度也开始学大陆 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我就觉得说 希望大家我们每次开玩笑再讲说 请你有一点原始创意好不好 不要跟着别人走 就是我觉得印度 他确实他有一些优势 譬如说他在东非地方 印度洋他们有很多的移民 他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优势 他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优势 那应该去利用这些优势 而不是要模仿大陆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 这些国家想要来针对大陆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 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也好 或者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发展 都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复制的 我觉得这些国家要去考虑 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沿袭这一套 希望能够发展 包括印度 你说现在也去搞这些航母 希望能够壮大 可是印度你真正的 就是跟你关系比较不好 对你真正有威胁的 绝对不是大陆 应该是巴基斯坦 可是他跟巴基斯坦关系 如果能够改善 他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 好 来请教郑老师 我们对缅北或者太北 还是停留在过去 比如说抗战 远征军 后来波洋写那个抑郁 到罗兴翰 贩毒 可是事实上后来他们的变化 就非常非常大 对中国大陆来讲 特别是中美关系成变之后 美国进行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包围 你可以看到西南方是多么的重要 特别是印度跟美国人勾结起来 如果缅甸在完全靠降美国的话 对中国大陆实在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 他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出海口 所以严格讲 应该是跟中国以前相对 缅甸跟中国的关系是好的 昂山素季虽然受到西方的支持 可是他拿到政权之后 说真的跟中国的关系是缓和 包括建铁路 然后包括要港口继续 可是这个军事政府上来之后 事实上是有点 也是手术两端然后有责任 所以中国大陆 就像刚刚袁老师讲 他还是严守 他不会自己侵犯到别的国家 可是这个缅北这个地方 实在是越搞越严重 一个是诈骗 另外一个是缅甸军政府 跟中国这个关系 事实上是若即若矣 所以他这等于是敲三政府一石二鸟 一方面就把这些 这个所谓的诈骗集团 包括那下面一些地方势力 那几个家族 灭的灭 跟这个打的打 逃的逃 现在事实上已经进入快最后 所谓的在老街这个地方 果敢这样的最重要的老街 要进入决战 中国大陆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那些 被打的缅甸军政府 打的时候亏不成军 忽然间就来个无人机 对于这个口岸的时候炸下去 那个10.100多辆的 这个货车就被弄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就忽然间就发动 在边界进行军事演习 是在警告缅甸军政府 你要似可而止 但也很奇怪 这个中国的军界又到了阳光港 好像是个友好访问 但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希望 这一次介入所谓有点像代理人战争 这个三兄弟联盟把缅甸军政府 过去往北推了 再往南推回去 然后留下一个缓冲空间 同时希望缅甸军政府要走对路 不要继续跟中国作对 继续为想要往美国那边靠 让中国在整个西南方 能够相对安全 这个角力很快就会见真相 所以中国大陆要求停火 意思说你缅甸军政府 不要再这样想要做 因为他们有空军 他们有这个导弹 所以这个陆战 他们军政府虽然输了 如果要反击的时候 那个打起来会很惨烈 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做了一个这样的警告 好 来 请教舰长 我们看到日本 他不断的投入大量的经费 在他的国防预算上面 展现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 事实上他的国防预算 不断的提高 对于中下阶层来讲 也是名不聊生 我们就看到 这样子一张一张 除了我们平常常常看到的 无论是最上级的巡防舰 或者是大晶级的潜舰 最新我们所看到的 事实上是他这个高超音速的 这种拦截飞弹 他这种拦截飞弹 除了他有向量推进之外 事实上他也已经完成了 这个风洞的测试 另外还有大家常常在讲的 就是轨道炮的部分 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 好棒棒 可是大家有想到吗 我们来看看 他的国防预算 这样子不断的提升 提升了到底是多少 提高了26.2% 这样子大家吃得消吗 吃不消 但是他们的政治人物 还吃得很开心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 支持度不断的降低的 主要原因 例如说刚刚严老师讲了 有关于地缘的部分 我们来看 这就是最近 讲大家比较 谈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有关于 云壤海军基地的部分 云壤海军基地的部分 要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要跟最近我们谈到了 中美的海军舰艇 在我们的太平岛出现 为什么这太平岛 其实这跟之前所谈到的 有关于 南沙群岛这附近的争议 是有关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让他的第一个 美济岛从外线变成内线 也就是他的地缘 已经不清楚